社頭鄉第一社福大樓 即衛福部彰化醫院 一式西級巷弄長照站 29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副縣長洪榮章前往祝賀 期盼新的社福大樓 能帶給社頭鄉的長輩們 更優質的照護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中國官589的村里 每個村里最少要有一個 社區關懷據點 我們現在的西級巷弄長照據點 全中法官也有242點 王府立館長還有政策主委 現在還在國鄉頂市 在蓋這個 綜合型的社福大樓 現在一定有10鄉頂市 不是在市港 就是在幾月 不然就是在設計 未來的目標 也是希望國鄉頂市 都有一間大棟的 綜合型的社福大樓 我們都知道 現在這個樓潤化 這個經驗中 所以現在 長照的福利 非常非常重要 社樓鄉公所 非常重視這個七塊 所以我們這個長照 是中法官 第一間 氣候的 我們現在 交由我們的主張 彰化議員 要進駐來給我們服務 我們是用以前村莊的 廟墊或是大樹下的概念 鄉長也很支持 將來我們在樓上 二三樓還會設一些 製造中心 所以希望這個地點 可以成為四樓鄉一個 很好的一個 未來老人家可以休息的 或是白天來的地方 社頭第一社福大樓 歷經三年完工 讓布立彰化議員 可以設置 伊勢西級巷弄長照站 提供社區老人 有活動空間 才以前廟城下 大樹下的概念 將來在二三樓 還會設日照中心 希望可以成為社頭鄉 未來老人家 休息的好地方 希望第一社福大樓 會越來越好 公益頻道 彰化與社頭採訪報導